斗罗大陆最新一集的动漫内容为漫迷揭晓了许多谜题 上三宗的宗主更是起其亮相 因为星罗战队的出现 弹幕白终于向唐三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兄弟二人敞开心扉的夜谭 将斗罗大陆目前的格局剖析得一枪二楚 上三宗算是天斗地鬼的支柱 也是平衡整个大陆势力的关键所在 浩天宗因为唐浩仪式已经归隐山林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实力衰退 要知道现任宗主唐孝也是魂力超过95级的巅峰斗罗 唐浩所知道的那些秘迹 唐孝也统统掌握 他肩上扛着唐家身份象征的浩天锤 蓝色的闪电营绕在紫金色的神锤上 唐浩的气场也不过是如此 只不过碍于宗主之位 唐孝无法做到唐浩那般洒脱 相比之下 大师的父亲预元镇的气势就要弱上几分 他虽然身为蓝电霸王龙宗之主 但在斗罗大陆东门的剧情中 没有起到任何关键作用 或许是为了衬托武魂殿的强势 才让蓝电霸王龙宗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 预元镇即便属平掉性命 也只是让武魂殿损失了一位长老 御家的后辈也没有能撑起大局的奇才 大师虽然理论知识强无敌 却始终只能扮演军事的位置 宁峰制算是抛头露面最多的宗主 他的强大不是凭借手中的七宝琉璃塔 而是身后的两大封号斗罗 剑斗罗与古斗罗的存在 让七宝琉璃宗的武力值不输其他势力 他本身就是辅助系魂师 默默地在一旁发光发热 才是最合适的做法 上三宗如今的光环 已经渐渐被武魂殿折腾下去 比比东的强势崛起 让众人有点喘不过气了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 给唐三大剑发挥的舞台 若是一切都来得太轻松 斗罗大陆的剧情 那还会这般精彩分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